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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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救我 我可是你都会不解释 我可是力士集团的继承人 怎么会娶你这只婆鞋呢 我一直爱的 都是你的姐姐 姐姐 颜颜 帮我拿到力士的机密 我就娶你 徐远 为了你 我什么都愿意做 原来你们一直都在骗我 就骗你怎么了 多亏了你呀 现在力士集团是我们的了 力士涵真是眼瞎 发烧你这种 妹妹 下辈子呀 别再这么冲啊 不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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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 全部都要死 啊 你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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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你走 你快走 我都这么对你了 你还能救我 你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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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一起走 小脸 小脸 你怎么这么傻啊 师傅 是我错了 我死 不应该有爱的人 可以舒服你 我受罢他 除了我身边 哪儿都能去 敢出去 打断他的队 你现在自由了 好好活下去 不要 死 错的是我 丽莎 是我负了你 如果有来世 还我来爱你 丽莎 灰山上 新房 回到三年前 这是 丽莎 放我走 要么你杀了我 要么 你回家干这个工作 谁给你弄在三桶困棍 我丽莎看上的人 要死 你得我同意 绑了关到新房 放开我 他要是再逃 你们都都得走 放开我 丽莎你我爸的 放开我 我是不会赞给这个魔鬼的 不行 我得知道他 清楚 逃婚居然是为了跟历史院私奔 沐出言 是我对你太纵容了 让你觉得我脾气很好 是不是 deceive Gü horror 四辈, 你先放开我好不好 你叫我什么 又想爬什么幻 الد 四辈 您先ourt我好不好 vous 然后呢 再让你用自杀威脅私奔 你不是再敢逃 不逃了 我再也不逃了 算了 你去搜看我好不好 太好了 能介绍你真的是太好了 那不是在做梦吧 你 你 你们在干什么 诸文切 妹妹 你居然为了跟历史远斯根 对三个什么美人计 原来你打的是这个主意 欺我老公算什么美人计 倒是有些人 妹妹 你们司根的事情被撞破 司涵哥在 啊 闭嘴啊 你敢打我 打你怎么了 司涵哥 也是你 你 妹妹 我知道你生气 但今天是你的婚宴 你不能为了跟志涵私奔 就毁了令家和穆家啊 我的志涵就在这 你说我要和谁私奔 妹妹 你就别演戏了 司涵哥 林腾柱已经拽到立二少了 现在就等你发落呢 司涵 我可以去吗 就这么想见他 可以 见到了别哭就行 放开我 司涵主演主不攻击我的 他跟我说九叔三道变态 让我救他 我 我一时糊涂了我 妹妹 你怎么能这样说司涵哥呢 妹妹 你还真准备给我救他呀 陆初颜 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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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介绍 这件事情跟我完全没有关系 是他逼我的 初颜过来 你 你是想想打我 我是立家的少爷 打你怎么 陆初颜怎么 怎么回事 他那么喜欢立二少爷 怎么会打他呢 历史远 我是历思涵的老婆 是你的九婶 你走的老婆 老公 你说是吗 你叫我什么 老公啊 你不喜欢我这么叫你吗 你别信他的鬼话 像他这种又丑又蠢的男人 连你的头发丝都比不上 我怎么可能丢下你 跟他死过呢 你这头发是骂谁呢 闭嘴 那你觉得 应该怎么处置他 嗯 虽然他干了很多的坏事 但他毕竟是你的职早 我觉得 还是给他一个改过自信的机会吧 不如就 长嘴 二十下 然后 扒光衣服 脱出去好了 哎哎哎 外面全是会客 你怎么会把我杀了 林特助 听见夫人说的了 听见了 我不想� 帘 mental 你也听听 哦 怎么 还想拍照着留下来妈妈試 exh uno 不是啊 我 从现在开始 没有我的允许 不准你离开丽家衣服 怎么回事 我羞辱了丽诗远 他还是想囚禁我 就这么不信任我吗 老公 你什么意思 从前是我不好 有话我会乖乖听话的 你不要把我关起来 可以吗老公 再叫一次 那够 我够 可以了吗 这样够了吗 可以 那不准你再见 丽诗远 好的老公 龙初言 我最后再信你一次 你最好不要再背叛了 四海哥 那每趟私奔的事情 龙初言 你必须我这样就治不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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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 喂 喂 好你个赔钱货 你胆子大了 赶紧打你姐姐 赶紧到医院来输血 你姐姐有个三长两短 我剥了你的皮 好 我去 哎呦 你怎么才来 医生了 赶紧抽血 倩倩不能有事的 妹妹 麻烦你了 哎呦倩倩 你快躺好 你麻烦她什么 她生来就是你抽血的血库 我真的不能再成了 那时候就没命了 你这贱命还想跟你姐姐比 我也是你亲生的 我亲生的 我生你差点没命了 要不是倩倩需要你的血 我把你赶出我家了 快走 啊 啊 啊 你个死丫头 还不快点 她愣着干什么 今天来 我就再告诉你们 这血 我不会再抽啊 你个死丫头 你说什么 把他打死你了 妈 你别生气 妈妈她 她现在下人了 不愿意给我献血 也是情人可原的 都是我不好 我身体不好 让你们担心了 哎呦倩倩呀 这事怎么能怪你呢 你姐姐病成了这样了 你怎么能这么能死 你要是不抽 我告诉你爸打死你 打我 我现在可是 立氏集团总裁夫人 我能让沐家活 就能让沐家活 你 你敢威胁我 那个丧门心 我当初就不敢生你 你 杀了你我 妈你为什么 你不是病得起不来了吗 我妈怎么样 你也不能这样对妈妈呀 你跪下倒菜 否则 就是 你个死丫头 你 你疯了你 这巴掌 是他抽我洗的袋子 是 鱼 他夺走的东西 我都会让他 你想得美 这是通知 不是什么 你给我站住 鱼 是 你给我站住 你给我先 我 你看 你给我走 你给我走 我 不要走 你给我走 走 你给我走 让丽丝汗整死他 不过 你得配合我一下 有了这药啊 再厉害的癥结练义 也会变成道夫 正好 让我尝尝这个见人的滋味 别忘了我们的计划 记得录像 赵总 敢让我出丑 我要他身败名裂 能用的东西 把新城翻过来 精力的把他给我找出来 我们现在去找 赛阳哥 快去30酒店 没有人去找二少 我懒得懒不住 他还说 还说什么 他说 就算不能跟二少私奔 你要成为二少的人 他们 来 小姐 我来了 你 我和你 没事 我一会儿就让你不难受 李雪 你放开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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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初言 你不就想跟我睡吗 今天 我就满足你 放开我李雪 你把我放开你 那是干什么 你打得不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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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叔 是他趁我受伤 他爬我的床 九叔 你刚刚是用这只手碰炎炎的是吧 九叔我再也不敢了九叔 再敢靠近他 我罢了你的屁 回去我再收拾你 怎么样拍到了吗 拍到了 明天早上就上传到我网上 我要让孟初妍 李思涵 深百明年 对对 母初妍 我说过什么 你再敢背叛我 我好运 走 回家 叫医生 李总 这个没有解药 让温度退下来就好了 不过最好的办法就是和夫人 知道了 你 你初妍 别玩不到 我用什么 初妍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 你看清楚 站在我面前的是我吧 干什么 降到你 你快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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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一步 李总 住我 冲政 冲水能让你冷静 苦 真的 李总 滅 冲政 冲水能让你冷静 沐楚言 我不能让你恨我 我都说了我愿意 这个呆子怎么就不信了 嗯 毕丝汉人呢 思涵 夫人 思涵在楼下吗 丽总在楼下 不过丽总吩咐了 不准外人过去 我又不是外人 他是在为今晚的事情生气吗 我去找他解释 夫人 夫人 丽总他 他现在交代不好你 怎么了 我们出去 我说了滚了 夫人 夫人 思涵 夫人 不可以过去 谁让你进来的 出去 思涵这状态不对 思涵 还是他也常把自己锁在书房 出去 思涵 那天在宾馆的事情里误会我了 我被病人下药了 我还都是你 不是其他人 你说你还谁 是你啊 我的老公 李思涵 你 我许你是对的 你说我什么鬼 刚刚吓到你了吧 嗯 出去吧 让我冷静冷静 你 你 你 对 你 对 你 我 没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把他放开我 我是不会再给你这个磨灰的 妍妍 我是害怕 我怕的是你再这么伤到自己 答应我 以后你可以神奇 可以发火 但是千万不要伤到自己好吗 你没走 这里是丽家 我是丽夫人 我能去哪 以后不管你是什么样 是温暖的丽丝汉 还是魔鬼丽丝汉 我都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你 你 严严 我真的可以信你吗 你如果骗我 最好骗我一辈子 李总以前犯病 要折腾一夜 现在被夫人两句话就摆平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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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寒 昨晚怎么啦 夫人早上好 雷特主 我有事情想问你 您说 思寒 昨晚怎么啦 利总 他有严重的睡眠障碍 每天睡眠时间不超过两个小时 所以他的情绪总是容易失控 我怎么不知道他有这个病 您总是要跑 见到他跟见到鬼一样 哪有时间关心这个 那这个病他治的好吗 会有什么后果吗 利家寻遍名医 还是没治好 再这么下去 我担心雷总他 对了夫人 雷总是不是昨天晚上也没休息好 昨晚 他睡了一夜 起码五个小时 真的吗 已经一年多 利总没有休息这么好过了 怪不得 他都这样了 也没有伤害过 我得想办法 帮忙治好他失眠 爷爷 爷爷 我说过不许你离开了 你又想去哪儿 我哪也不想去 我乖乖乖在家等你回来 今晚你早点回来 我陪着你睡 你怎么会忍不着急 你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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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愣热 我愣热 你居住 历史集团总裁夫人深夜爬床勾引侄子 够我完脏的是吧 既然是为了帮你窃取经济学校的本事 没想到这么快就应当你学生 历史远 希望你不要哭得太惨 你们看到新闻了没有 那个慕初颜半夜跑去勾搭了一二手 慕初颜真不小脸 给总裁赶礼貌 我要是总裁 工作做完了吗 大早上瞎上什么 我去查 厉总 现在这个视频在网上传遍 所有人都说 夫人爬床勾引而上 让人吹起来 一分钟之内 让这个视频全往消失 是 不是让你 历总 这 你看 视频内容变了 这 这 真没想到 二少玩的还挺花 厉总 现在网上所有视频都被换成了这个 你看 这还有 二少在婚宴上裸奔的视频 这 这 还有配图呢 这 这 这 是顶级黑客才能做到的吧 这也太厉害了 顶级黑客 为什么要帮演啊 会不会是 二少得罪什么人了 他们在报复二少 嗯 李迟远 大的真大 是 我这就去办 是 谁跟我把他干的 我插出来 一定就拔了他的皮 哎 你们走进来的 你 失联了 你干什么 利总吩咐了 二少败坏离家命生 即日起停职犯行 我是集团副总 你凭什么 就凭你九叔才是掌权人 二少如果不想被赶出家门 最好收敛一点 你先给我把那些视频撑销了 快 抱歉二少 这些不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 这些什么 这些什么 我 哎 你要吃什么 强笑弥情药而已 利总说了 敢伤夫人一分 必还十分 二少您就慢慢受着吧 把她丢到水里去解药 耗够两个小时再车上来 利总 你给我等着 利时远 这么喜欢挂人 那我就让你帮了够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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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 昨晚什么呀 没 没什么 哎呀姐姐 我这侄子这么风流 你跟她相处不嫌脏吗 我没有 我跟她 姐姐 你不接吗 姐姐 你不接吗 妹妹 二少他给我打电话 肯定是因为担心你 他对你是真心的 哎 那我们就来看看 他有多真心 倩倩 我被利思汗那个王八蛋挺直了 肯定是沐初妍那个贱人狗子装 你闭嘴 妹妹 二少他 他肯定是 说胡话 那个 他对你是真心的呀 骗我可以 但是 别把你们自己骗了就行 哦对了 我还有一件事情想问问姐姐 什么事啊 昨晚 是你把我从医院带走的吧 思汗 也是你叫过来的吧 你 昨晚的事情得问你自己啊 你昨天昏倒在走廊上 我帮你去叫医生 谁知道回来你就不见了 我还以为是你生气了 谁知道你是去嘉宁酒店见卧室 那你是怎么知道 我昨晚去的是嘉宁酒店 我 我 好好解释 解释不清 后果 赞子 你咋咋咋的 跟我去卧室 跟我去卧室 去卧室干什么 我和姐姐还有话要说呢 这么不听话 李思涵 李 好好说你别动手啊 林特助 思涵哥这是怎么了 他是不是生不免得气的 你生气还糟糕 他们 今天夫人怕是不能和沐小姐闲聊了 我来送您出去吧 好 好 李思涵是来兴师问罪的 最好狠狠惩罚不出言 下来的李太太就是我的了 你干嘛 我和沐文倩还有话要说呢 顺巧 这可是白天 footage 一个洞姐姐 我还听了 可以吗 行 你想要的话 随时都行 corporate 要 Suzanne 把辞房呢 别掉了 这是ilty ��라 老公 李子涵 你还真的睡觉啊 别走 我不走 睡吧 死啊 你没事吧 两个小时 我在水里泡了两个小时 你说有没有事 哎呀 又不是我害的你 你怎么对我那么凶啊 倩倩 我不是故意凶你 你也不用太担心 木初演听到又如何 我侮辱他又不是一次两次了 他还不是上赶着当天狗 我是害怕 他打破我们的计划 要不是为了你 我才不会容忍这个蠢货 委屈你了 倩倩 为了你 我什么都愿意做 诗言 你给木初演打个电话吧 你哄哄他吧 要不然他又再找了麻烦了 好 我这就去 我没有 要不然她 要不然我 要不然她 尽量 会做没有 要不然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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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她 我没有联系她 是她联系的我 你可不可以先放开我 你弄疼我了 到底怎么回事 肯定是因为下药的事 她还把我当个蠢货 不过我不会再相信她了 你别生气了吗老公 嫣嫣 你最好别骗我 我肯定不会骗你 对不起啊 我刚才有时空 先老太吧 没有 四寒 等你有空了 我给你去医院好不好 我没什么问题 不用担心我 可是 好好休息 她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林特主 关于四寒的病 你没有什么想和我说的吗 我 你要是为四寒好 你就应该告诉我 李总的病 可能没办法治 医生说 李总 可能 最多再活五年 他只能再活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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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放心 李总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 就算他不在了 他也会让您无忧无虑地过完这一生 准备 难道 签了他 股权展上协议 李四寒 别想让这种东西讨好我 我唯一想要的就是永远可以开开 难道这些就是他为我做的准备 他把一切都给了我 lady 焖 他欺负你了 你告诉我 我收拾他 我一定保护好zą叫 我这一次 我后悔我保护你好吗 司涵 我一定不会让你有事的 你答应我 然后我拜托到老好吗 好 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 还不走 厉总 有件事 是关于夫人的事 厉总 我们和维纳集团 合作设计的珠宝项目 马上就要开始了 原本这个项目 夫人是推荐二少负责的 设计师签的是慕文倩小姐 可是现在二少被停职了 项目也就没了负责人 这种小事也问我 随便找个人不就行了 是 可以吗 姨姨 不行 什么意思 你还想让黎叔远负责是吗 不是 是我想做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好吗 夫人 维纳是跨国公司 这个项目又很专业 您怕是胜任不了吧 不是 我表达的有问题 我是说 怕影响您休息 四航 我是真的对猪宝设计很感兴趣 你就让我做这个负责人吧 好 只要你想 做什么都可以 找个最好了 那我先去看资料 郁总 服饭他 我的一切都是严严的 早点让他进公司学学也好 几个亿的项目而已 让他保饿 是 不过你得盯着他 别让他靠近历史远 是 可疑是 是 可疑呢 小姐 你说我这样真的能帮到实验吗 我可疑呢 对方啊是文大高浩 有了你偷的这些分件 他们一定能帮实验 夺回历史集团 太好了 这样我就可以离开历史汗那个魔鬼了 自然踢掉历史远 和穆文倩还在 我要想办法找出这个高层 想害思汗的人 我都要夺掉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历总的夫人穆朱妍 咱们公司为纳的项目 交由夫人全权负责 请各个组呢 在今天晚上完成对见 大家欢迎 夫人好 夫人 历总说总裁办公室最宽敞 您就在里边办公吧 听说牧初连本大学都没有毕业 历总组能把这么重要的项目交给他 就是啊 文大可是跨国公司 牧初连连女儿可能都不会说 如果对接的话 丢的可是公司和历总的脸 要我说的 还不如要爱少女婚事 怎么可能 我为纳的项目负责人 变成了牧初颜 她就是个什么都不会的废物 让她负责 我们的计划就更顺利了 倒露 不行 她变成了项目负责人 那这个公司跟四汗哥 牵起来 我的意思是 牧初颜她从小就欺负我 现在她变成了项目负责人 还不得骑到我头上肆意践踏我呀 她敢 我说欺负不要紧 我是害怕会当你的计划 没有维纳的帮助 你这辈子都要被四汗哥踩在脚底下了 不可能 夏夏 你放心 这个项目我一定会躲回来 到时候 没人敢欺负你 你怎么躲呀 你都被停职了 停职了 我爸还是公司的股东 公司不是他第四汗手上的 我这就去抽屎牧初颜 想跟我抢 牧初颜 你都想死吧 教书 你怎么弄 你怎么弄 律师 你不是停止了吗 你来不见了 我来干什么你不知道 你抢了我的项目 不就是逼着我来见你 你想我了 直接跟我说就可以了 干嘛欲情故纵 这是什么意思 别给脸不要脸 你告诉李思汗 把项目还给我 你想要的 我也能给脸 我想要的 进去多久了 刚进去我就通知您了李总 这小丸子 夫人也真是的 怎么能在公司会就情人呢 联丸 老师 你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我根据这娃娃在想骚扰我 快给我动手 我们报警吧 哎呀 敢这报 什么只要来抓走你这个故意伤害的 二少 我看你才是法王吧 我这叫 你 我 你把他丢出去 楊楊过来 小白 把他丢出去 等一下 我这次来是个特事 太好了 我把股权转让正说 我现在也是历史的股东 我要召开股东大会 重选为那项目的负责大会 历总 这份合同是真的吗 现在二少持有历史的股东 作为历史的股东 我要求 现在立刻把孟淑妍给我开除了 以她的学历 她不配负责伟大项目 你这种下三岸公司副总 我凭什么不配 你说谁下三岸的 我说错了吗 历史远 你的视频还在网上挂着呢 做出这种影响公司声誉的事 你还敢在这儿丢人现眼 赶紧滚回去 玩得那么多吧 那点股份没有决策选 现在管我选 看在大哥的面子上 我不处置你 正叔 你把公司这么重要一个项目 给一个重货 你严重有损公司利益 你如果今天不把它开除的话 到时候我就召开股东大会 你可得拿你的股权 没用到枪 李诗远 大汗 还生气 严严 嗯 放心 我找找 好 好 二少 敢跟我打个赌吗 赌什么赌 你是个干什么的 你都能来为沐文健出头 还不敢跟我打个赌啊 好 赌公 我事先说明 如果你输了 除了离开公司 你还得跪下给我道歉 好啊 爷爷 好 相信 这个项目如果我赢了 你就要让出5%的股份 并且下跪承认你是废物 你凭什么要我的股权啊 就凭她是我夫人 如果妍妍说了 我替她下跪 再给你10%的股份 四涵 敢赌吗 好 好 希望九叔 到时候不要车烦烦烦 四涵 你就这么相信我 没事 你想做什么都行 放心 有我呢 这是最栽单的投资项目 你要是能把这个做成 我就算你了 商场投资 对 你要做的 就是选定 看不懂吧 不如 我还给你讲讲 不 就算是给你讲了 我看你这猪脑子也听不懂 你废什么话 我刚看不懂的是你吧 我就选陈希那块地 废土 �יח 後独 不希那块地已经荒废了好多年 根本不承问尽 你选犯不是摆明了日 怎么了 厉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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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 教授 牧竹原她选了承西那块废地 我看倒不如直接把那10%的股份拿出来 二少 夫人不懂这些 您这不是欺负人吗 厉害 厉害 我就想选承西那块地 是吗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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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20号已经答应给咱们写 你确定就承西那块地了 好 那就按厉害说的做 厉总 这个关系到您的股份 还有下困 厉害 厉害 九叔 你现在变了女人 你脑子都不太好了 好好好 不说了 我们明天见分校 诗言 你真有把我赢吗 母徒严那废我选了块废地 他拿什么给我走 诗言 你真厉害 我还有更厉害的 哎呀 别啊 大白天的 你赢了的话 历史真的会把股份给你吗 我已经把消息放出去了 他没有反悔的余地 等他把第四汗拿下神坛 整个历史 就都是我的 厉总 厉总 你跟二少爷的赌约是认真的吗 厉总 厉总 你会给二少爷下跪吗 今天做的肯定难过 我就在淘汰厉总 厉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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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总厉总 厉总厉总 厉总 厉总 厉总厉总 厉总厉总 呦 现在外面到处都是说九叔的流言蜚语 要不要我出面帮忙解释解释 等你下跪的时候再好好解释吧 死鸭子嘴硬 等九叔给我下跪的时候 你可别哭啊 成熙那段地的评估已经出来了 给狗狗都不要 九叔 这次我把你让输了 所以 你急什么 垂死挣扎是没有用的 何况 九叔堂堂集团总裁不会说话不算数吧 不好了 怎么了 让我猜猜 是不是我买的新城区那块地涨价了 我就说我这眼睛有新鲜之名 李姨 刚刚政府宣布 今年重点发展成熙 咱们在成熙那块地的价格翻了30倍 咱们大转特转 哎 不 你小子怎么能知道成熙的事啊 今天 新城区发生了密买 就在二少百那块地附近 如果 我们按照最早二少百的投资的话 恐怕我们这次赔惨了 夫人 您只有先见证明 让我们历史少了一次危机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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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成熙怎么能知道成熙的事啊 要被敷衍不尽啊 蛇子不想要啊 李思远 你输了 用你服输了 不不不不 我不能信 我 我爸会打死我了 那我不管 你得给我 不过在这之前嘛 二少 该起来了 外面记着还等着呢 二少 二少 开始吧 不不不 我是李嘉二少 先等等 周少 那个 我之前都是开玩笑的 咱们都是一家人 你让九叔饶了我 你现在知道我是你九叔了 别急 九叔了 夫人 别急 人到齐了 现在可以开始了 倩倩 你 你怎么来了 她妹妹说你在公司欺负她 要我过来 骗我 姐姐 她最近 她最近 一直像个疯狗一样 在公司为难我 哎 姐姐你说说她 她一个大男人 打赌输了不敢认 你这 姐姐 二少 我 我现在可是项目负责人 你最好想清楚了 二少 你愿意都服输了 好 好 我说 我是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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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看到这一幕 感想如何 下次选帮手啊 可别再选这么冲动 二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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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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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现在二少的事已经在网上传开了 现在全新城都知道二少是个废物 相事是公之于众 是媒体的义务 夫人说的对 哎 对了夫人 这个是莫文倩小姐之前的设计 哦 这幅是她在月前获得新日大奖的作品 莫文倩毕业三年都没什么出彩的作品 你突然做奖 嗯 这设计上的事我不太懂 不过所有评委都说 莫文倩小姐跟之前的风格大不相同了 这可能就是一鸣惊人吧 一鸣惊人 我看 这根本就不是她画的 夫人的意思是 我现在去查 不必了 我已经知道是谁 不小姐 媒娜的口子我已经画完了 求你放了我爷爷 急什么 你明天就能收到你爷爷的乌龟了 我爷爷就死了 你说过我只要把你画的了你就会治好他的 你怎么可以 你 你 放开我 放开我 姐姐 你又可以打了 所以你出了一个门 别理他 这就是废物下场 林特主 是 帮我找个人 夫人要找谁 陆大川 她的孙女陆可可 就是莫文倩现在的助理 这几天你帮我负责找人 我盯着莫文倩 是 穆小姐好 穆小姐好 穆小姐不愧是新城顶级设计师 穿搭的真好看 穆小姐你获奖的那款项链真是太美了 我做梦都想拥有 能设计出这样好看的作品 是不是神清我的手啊 人也美 嗯 好漂亮 她们夸的是我 她们夸的是我 你得意什么 我没有 我是替您高兴 是吗 你刚听到了吧 她们说呀 这是被神气弄过的时候 穆小姐 她们说的是您呀 我就是一个没自理没本事的小助理 我的一切都是您给的 是吗 如果维娜项目的稿子过了的话 你要什么都好说 但如果你给我搞得罚我的话 你也有个秘密吗 我知道了 穆小姐 这是这次项目的书稿 妹妹别看了 想这个你也看不懂 直接交给维娜 别浪费大家的时间 那就不看了 拿回去吧 你什么意思啊 我觉得这些设计稿不合格 重做 这些设计稿不合格 重做 这都是我精心设计的 凭什么重做 就凭我是项目的负责人 我说重做 就重做 你 妹妹 不是我说你啊 你早早说学 能看懂什么 我可是名牌大学毕业 设计行业的天才 你有什么资格质疑我 是 我不懂设计 但是我比你有眼光 所以我就有资格 你逼我有眼光 我可是流星教主 你跟我比 流星教主 谁给你疯的 评计也太差了吧 你 怎么了 我说错了吗 你看看你的耳环 还有你的手链 这都是前几年过时的款式 和衣服都不搭 这是你的项链吗 项链怎么了 这可是永恒珠宝的经典款 不懂你就别乱说 这款项链的设计 确实无可挑剔 但是你带的是假货 陆初颜 你别不能装懂 这可是高级珠宝 你平常都没有机会见到它 没有什么资格说它是假的 如果我能证明你 这可是我从国外花了一千万买不来的 如果是假的 我就学狗叫 好啊 这款是永恒珠宝镇店款 叫我真爱永恒 是上世纪设计大师弗兰德的最后一件作品 它用的是巴赫蓝钻 钻石通透 还闪着蓝色微光 售价一千三百万 我说对吗 你怎么知道 就算你知道 也不能证明我这是假的 永恒珠宝在年前开过发布会 这款真爱永恒只卖有缘人 有人出价五千万都没有买到 姐姐 你算个什么东西 那一千万就能买到 我 你进座的店买到了假货 你作为设计师 怎么能真假都不分开 不是 素手挖了 那素大长这么不专业的人素总的他想法 都去找四寒哥 别欺负你了 四寒哥 妹妹她约了我 说我买的是假货 这可是我花了一千万买的真剑之宝珍爱永恒 你带的是珍爱永恒 是啊 还是四汗哥有眼光 不像某些人 那你的意思 我买的是缴婚了 年夜 这是我给你挑的礼物 珍爱永恒 你喜欢吗 他不是不卖的 我可不是一般人吗 多少钱 不多 八千万而已 将不值得 反正 以后你心得挑 让你喜欢吧 八千万 莫说的太配 姐姐 现在真的在我手里 你要和我对比一下吗 好 那就愿赌服输 学狗教吧 爷爷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 可是这关是你说的 又不是我逼你的 对吧 老公 对 我夫人说什么你做就是了 还是你想在立誓挑战我 我 哇 够了吧 行 现在可以重做了吗 如果你不想的话 也可以退出这个墙 好 我做 那就把之前的合约补上 这样 你就视为那么总事的事了 我做的 我做的 你也不想要做 我做的 还要做的 我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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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的 真的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好美 喜欢就戴什么 把我戴 好 好看吗 很美 言言 你属于怎么知道 真爱有朋友这些事的 我 我 言言 这口项链就真爱你了 我 你少来我的心态 我才不知道你做这个东西 当然是跟人学的呀 谁呀 当然是我老公 他可是全新城最厉害的人 我耳如木然自然就学会喽 你要是针对这些感兴趣 我请跟老师教你 不要 我就要跟你学 撒浩 你会一直陪众的对不对 对 傻言言 我的身体陪不了你一手 我只请你能幸福快乐 拥有一切 这废物 我要 干什么呀 重做 怎么会被通过 我会做好的 吴小姐 我能不能先见见我爷爷 你什么都做不好 还想见你爷爷 我警告你 你要是做不出来 你这辈子会不会想见到你爷爷 求求你不要 我会做好的 夫人 我已经开始跟踪了 不合格 你根本就没仔细看啊 这种东西 我看一眼就有数了 继续改 你 你分明就谁在故意刁难我 那又如何 谁叫我是项目的负责人呢 重座 好 重座 思寒 你进去了吗 干嘛 你不欢迎我 不会 想你还要得及呢 别别 不累 不累 你怎么不问我 连特度去哪 你想怎么使唤他都行 整个历史 你想让谁就让谁 不好哭 不会耽误你吗 会啊 所以我来他 小唐 思寒 你最近生理怎么样 有你在 好多了 那你答应我 等你空的时候 我陪你去看医生好吗 不许递劫 好 你说什么都好 我都听你的 四航 你怎么对我这么好 因为你是我最爱的爷爷呢 都结婚这么久了 也不听你改口 叫妍妍不是很好吗 我很喜欢这个名字 那你想让我叫什么呀 你说呢 老婆 老公 老婆 老公 老公 老婆 请人快走 老公 快走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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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dese sales oker 思涵哥被沐出言你气到了吗 少了丽思涵坐后台 沐出言还能继续嚣张 这是最后一次了 这是最后一次了 一般般 还是达不到我的要求 沐出言 你到底有完没完 后天为纳代表团就来了 你不还这样交出稿的吗 那你还不赶紧重做 不做就退出 别耽误大家时间 等等 你又想干嘛 不用改了 这个稿算你过了 真的 嗯 姐姐 你不是时尚教主吗 对自己这么没自信啊 再有自信 人家助你这样折磨呀 你不就是嫉妒我有才华吗 有这时间呀 还不如好好提升提升自己 成天不学无数 思涵哥吃了也是会腻的 你打扮得这么花枝招展 出现在他面前 他也没有看你一眼啊 你 嗯 你就是嘴硬 反正我有才华 能给沐家声光 嗯 而且呀 我还是爸妈的宝贝 不知道 比你强多少倍 妈妈 我过稿了 这次和维娜的项目我问了 太好了 能和维娜合作 以后你又是国际知名设计师了 我和你爸爸早就为你准备好了宴席 今晚 咱们就让新城人都看看沐家的骄傲 谢谢妈妈 今晚交上妹妹吧 毕竟我们是一家人 今晚之后 我就是新城风光无比的存在 沐初言 你算个什么东西 还不是要来见证我的辉煌时刻 裙子很配音 喜欢吗 喜欢 你送的我都喜欢 真的要去参加沐家恋会 我陪你去 你不是有个会议要看吗 我自己去找 好 那你没事给我等着啊 我去进 不是有司机吗 知道了 都听我公开的 沐文倩 前世的仇 我今晚要好好逃回来 妈妈 就一个金工业而已 不用这么破费吧 能让我女儿在新城扬名 花这点钱算什么 我可是把我的私房钱都拿出来了 请了新城所有的名流 妈妈 你真好 谁让你是爸妈的宝贝女儿呢 你看 你好意思来 瞧瞧你 出席正式场合 穿的这么寒酸 连个珠宝都不带 你不嫌丢人 看不惯 那我走 哎 妹妹 一家人说下两句 你怎么还真生妈妈的气了 她生来就是来气死我的 那您怎么还没有被气死 看上去的 还是我不过努力了 你个死丫头 你说什么你 妈 你个死丫头 你说什么你 妈 你别生气 妹妹她也不是故意的 她今天啊 跟三哥吵架了 心里窝着火嘛 脾气那么差 要是立总哪天把你扔了 我看你靠什么火 可别回我们沐家 我们没有你这样的女儿 老远 就听到你们的嘲嘲 怎么了 还不是慕出眼 你看她穿的什么 连个珠宝首饰都不带 不知道她以为是个要犯子 其实是倩倩大日子 你管那种丑合干什么 走倩倩 爸爸带你去见见新城的名流们 好 哎爸爸 我们不带妹妹吗 带她干什么 还不给我丢人呢 祝夫人 祝夫人 这就是小女沐文倩 这位是国际顶级设计师朱莉 你应该知道我了 朱莉老师你好 我是你的粉丝 你好 你的裙子 老师 这是我妹妹您别介意 她不懂时尚这些的 就是 还不赶紧管 别在这儿丢人 你作为设计师 竟然不知道这条裙子的来历 这不就是一条普通的裙子吗 你 朱莉小姐 你好 我叫沐初颜 很高兴能够穿上你十年前设计的礼服 什么 姐姐这么懂时尚 不会不知道吧 这条裙子是十年前朱莉小姐的成名作 从面料再到细节 都由朱莉小姐手工完成 全世界仅此一件 而且一直被皇室所收藏 那是怎么穿在你身上的 自然是撕函给我的 朱莉小姐 我认为您设计的礼服本身就是最要颜的存在 不需要任何首饰搭配 你的理解很到位 我得到消息说 有人派出善意的价格得到这些裙子 我还担心穿的人配不上 但是见了初颜小姐 你真的很漂亮 这件裙子很称你 谢谢朱莉小姐 至于沐小姐 可能你太优秀 看不上别人的设计 我没有 倩倩 你怎么回事 封的全被你妹妹想走了 我爸爸我 这怎么能怪倩倩呢 都是你 你姐姐的宴会 你在这抢什么风头 姐姐当时想抢风头 可她抢得了吗 连大师的成名座都不知道 不过姐姐 你的新锐大奖 是怎么得到的呢 你什么意思啊 你什么意思啊 你觉得我什么意思 倩倩获奖是她的本事 你少在这嫉妒她 滚一边去 她有这本事 我还真嫉妒不来 行了 夜黑马上开始了 倩倩 你跟我来 好 我小姐年纪轻轻 就能获新锐大奖 丽氏和维娜 能由您当她们的总设计师 是她们的福气 听说您这次设计 比获奖座更惊艳 这次合作之后 您可是国际顶尖设计师了呀 谢谢 这次还要谢谢我的妹妹 多亏她一直为难我 我才能不断进步 为维娜做出更好的作品 她就是牧厨员 听说她早早出学医无事处 嫁给丽总做了碗屋 就是就是 听说她在丽总家 连保姆都够不上 故意刁担 是为了为难小姐吧 妹妹 多谢你为我铺路啊 不客气 我成为了顶尖设计师 也绝对不会忘了你的 等你哪天被四汉哥赶出家门 我一定会收留你 绝对不会让你在路边乞讨的 可是姐姐 我怎么觉得 你好像当不成设计师呢 你什么意思啊 因为你所有的设计稿 都不是你画的 妹妹 你胡说什么啊 四丫头 你在那胡说八道什么呢 你想破坏你姐姐的宴会 你够歹毒的 你给我滚出去 我是维纳项目的负责人 今天代表律师过来 你们确定要把我赶出去 你 你说那设计稿不是我画的 你有证据吗 急什么 我当然有 林大主 您来了 夫人 您找的人我带来了 姐姐 你认识路可可吗 我当然认识 他是我的助理 你叫他来做什么 从一个月前的新锐大赛开始 这一个月的作品 全都是由路可可代表的 我说得对吗 是的 穆文谦的设计稿 都是我画的 路可可 这两个月我对你百般照顾 我还自助你生病的爷爷 现在你就这样对我 妹妹 你一直欺负我 我都忍着让着 现在你还变本加厉的 找我的助理来欺负我 你还有良心吗 所以姐姐 你就是不敢承认了吗 承认什么 这些稿子都是我亲手画的 我付出的心血 凭什么算在别人身上 真是没见过 你这么不要你 你 我也不跟你废话 这样吧 你把你交给我的稿子 原封不动地再画一遍 为了照顾你 我要你看着你的稿子 我 怎么了 你不敢吗 你 如果你觉得我不专业的话 你们助理小姐 可以麻烦你吗 我很乐意 也想知道 连我的作品都不认识的穆小姐 是怎么画出 这么精妙作品的 姐姐 用笔吧 如果你真能画出来 那我就当做全场人的 不想跟你道歉 好 我画了 陆可可 你敢跟我对着干 你信不信我一个电话 就能让你爷爷没命 你信不信我一个电话 就能让你爷爷没命 姐姐 还不准备吗 李夫人 我爷爷他 没事 您特助理已经去安排救生了 可是 喂 好 我让你小心点 爷爷 你没事就好 李夫人 我 别担心 去画吧 嗯 想想想你爷爷 你 莫文倩 你到现在都画不出来吗 你够了 现在是我在审核你 我说够才是够 你到底为什么要想逼我 莫文倩 这才哪到哪儿 好戏还在后头呢 时间到了 请评笔 穆小姐 你为什么不画 我 这本来就是我的设计稿 为什么要我画出来证明 哇 这幅很棒啊 这不就是我画的吗 姐姐 你真的看得懂吗 这 这就是我的画 这个设计稿 在原稿的结构上 稍作调整 使作品更加有新意 如果不是作者本人 对作品有足够了解 是做不出这种调整的 是的 不是的 是他们陷害我 陆可可 这可是你自己找的 什么 人被接走了 啊 四哥 你爷爷安全了 把穆文倩做过的事情 告诉大家吧 谢谢你 穆文倩囚禁了我生病的爷爷 让我替他画设计稿 帮他出名 平时还对我又打又骂的 不是的 不是的 穆文倩 你不是穆家娇吗 你这样 不给穆家丢脸 原来穆文倩一直在找人代笔啊 真是可恶 这种人能活 简直是我们新城的植物 我已经发给媒体了 这件事很快就会轰动新城的 真是不要的 还拿人家爷爷做威胁 为了出名 连良知都不要了 穆文倩 你盗取别人的成果 妄想成为顶尖设计师 我告诉你 你不配 我现在宣布 我代表丽佳 取消和你的合作 什么都毁了 都完了 我花了这么多钱 让别人看她木家笑话 中人 哎呦 你个死没良心的 倩倩跟你到底有什么仇 你这样子害的 我不管 你去 给倩倩成亲去 你 凭什么 凭什么 做错事情的又不是我 你个蠢货 你害了你姐姐 你设计这么一出 是让我们木家丢脸吗 孩子家老 让我丢脸 你咋抽啊 敢对我夫人动手 找死吗 四汗 你怎么来了 我不放心 受伤了你 四汗哥 你不是跟木出人吵架了吗 你还要闲心管这个 你忘了 我们之前签合同的时候 可是说过 找代笔 是要赔偿三个亿的违约金的 你得好好想想 这三个亿 你该怎么赔吧 三个亿 原来你从一开始就知道 知道是你生气好的 五出烟 你干什么 找死吗 赔不起 就准备做老吧 四汗哥 怎么连你也帮着他害我 从前我帮着木家 是看在盐盐里面 现在既然你们都已经欺负到盐盐的头上 那从现在开始我宣布 立事停止和木家的一切合作 我倒是想看看 整个新城 还有谁敢帮木家 李总 你饶了我们吧 你是不是让我们死嘛 盐盐 你赶紧求李总 咱们都是一家人 何必造成这样子的 一家人 一家人你们想打我 不过姐姐你说对了 我算计这一切 还真得谢谢你 打我的时候 怎么不说是一家人了 不过姐姐你说对了 我算计这一切 还真得谢谢你 谢我 谢谢你杀了我 给我重来一次的机会 当然是谢谢你姐姐你这么蠢 好让我赚了三个亿 你 这 爷爷 事情姐姐 回家 嗯 李夫人 谢谢您救了我爷爷 还帮我证明了自己 我想代表立事和你签约 你愿意吗 我愿意 夫人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你放心 以后只要是你设计的作品 绝对会属于你 哦对了 祝你小姐特别看好你 她希望你去跟她学习几个月 如果你想去的话 我帮你安排 嗯 谢谢夫人 那我先走了 好 你跟我小心点 嗯 好 夫人现在办事越来越漂亮 真像当年的顾小姐 闭嘴 哎 对对不起厉总 我不是有意要提起她 妍妍本来就很优秀 她不像任何人 以后再犯几个 就别逮待历史 是 不会再犯了 你在说什么 不 夫人 我在想 反正沐文茜也给不起三个亿 要不 咱们直接送她坐牢算了 不 由于她我还有用 内阁和历史有合作的梅娜高层 才是对历史最大的危险 我要利用沐文茜 把人揪出来 林特助 这几天还要麻烦你帮我盯着沐文茜 看看她和谁接触 特别是 和梅娜的谁 夫人 你 你想干什么 你照办理事 是 现在可以回去睡觉 这每天都有吃不完的狗狗 只是立从这身体能充多久 慕初言那个小贱货 害了贱贱 又害了我穆家 我怎么生了那么个玩意儿 爸 妈 你们救救我 我不想坐牢 我还要给咱们家争光呢 我 你还有脸说争光 现在穆家极其可归 我山马给你拿三个亿去 那你们就眼睁睁睁 跟着我去坐牢吗 妈 妈 妈 慕初言 我不会放过你的 就算死 我要让你死我前面 我 慕初言 慕初言得给我下圈头 我要去坐牢啊 怎么办呀 慕初言敢给我下圈头 慕初言敢给我下圈头 我配不上你了 慕初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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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初言敢这么对你 慕初言敢这么对你 我一定饶不了她 慕初言 怎么办呀 我要是真的坐牢了怎么办 我还怎么嫁给你 你会不会嫌弃我呀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去坐牢的 可说 三个亿呢 怎么办呀 你忘了我们还有尹总这张地牌吗 你说的是维纳的那个高层 他真的会帮我们吗 去年我瞒着李思涵 偷挪了几个亿的项目给她 他要是不帮我们的话 他也得死 只不过 最近流言满天飞 这个时候去找殷总的话 我帮你 我帮你去跟她谈 不行 这个殷总 可是出了名的老色配 你去的话 我不放心 哎呀 都这个时候了 现在 还有什么比初里 慕初言和慕初言更重要的吗 我记得海城好像有个很厉害的医生 嗯 只是四航的病也不好张扬 要不我让可可先帮我们打听一下 夫人 慕文倩来新辉大酒店了 就是维纳代表团下榻的地方 好 我知道了 妹妹 有些事情我想和你解释清楚 我们在新闻酒店见一面吧 好啊 慕文倩啊慕文倩 你真当我是傻子吗 陈总好 慕小姐 你已经被设计界除名了 又得罪了历史 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价值 你还来做什么 殷总您看 那个啊 是我妹妹 黑妖 还是个大美女 我这个妹妹啊 又美又姜 我能把她的身份都给传了上 就当你是咱们的见面礼了 真的 不过 我听说 她是丽丝涵的老婆 那不是更好 等您这补了她 会也多了一个对付丽丝涵的把柄 给你半个小时 慕初言 我要让整个新城都知道 你是个人尽可思的表 妹妹 你还不肯原谅我吗 你说呢 我错了 我给你道歉 好吗 那 你现在可以喝了吗 我只是想在坐牢之前 跟你喝好 哎 一时远怎么来了 没有啊 姐姐 怎么我提到了一时远 你就这么激动啊 不是的妹妹 你误会了 我跟十远什么也没有 如果你还喜欢她的话 我还帮你追 我对她没兴趣 说吧 好 我刚才跟着她 Discovery 她都把她移开了 她都被让她移开了 我看到她的毫无稍微 我看她把柄 你怎么vor她的恐怖 你会真的要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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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那边 我怕是吗 你不一禁给我 我们不一面 我恨不得让你这个贱人去死 从小到大 我处处把你踩在脚底下 凭什么李思汗看上了你 我要让你人尽可夫 让你再也做不了那台 我怎么都不知道 姐姐这么恨我呢 我倒要看看 人尽可夫的人是谁 你怎么可能 别急 你还都要 你这不得了 cái 我这个 我是有个人 要怎么能 吵到你了 吵 你 吵 喂 林特助 帮我查查住在355的高层是哪位 慕文倩啊 慕文倩 这次你还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了 想收你送自己的礼物吧 思涵 你怎么在这儿 你呢 这是维纳高层住的地方 你为什么会在这儿 我 我不是交代过 不要自己来这种地方 出事了怎么办 那你呢 你怎么来这儿了 我来谈生意 这里可是酒店 黎根沈凯 两个女的 是你想的那样 我 你 你为什么会在这儿啊 我们先说吧 你先说清楚 到底来这儿干什么 哎呀 我突然脑袋有点晕 你 你怎么了 妍妍 谁又给你喝什么了 我刚喝了点红酒 都好晕 我带你回家 带你回家 爷爷 别乱动 你不喜欢我吗 你 你没被下药 嗯 你生气了 你是不是根本就不喜欢我 所以你才 我怎么可能不喜欢你呢 我是怕你后悔 后悔啊 我现在的身体状况 比你想的还糟 随时可能会死 我给不了你未来 所以现在碰你是对你不负责 所以你才 现在你知道了 所以别乱聊 我也是个男人 我不后悔 我不后悔 爷爷 你真不后悔 嗯 那明天醒了 不许哭 不许闹 自己留的话 你得负责 嗯 怎么会是我 跟我睡 还嫌弃上 虽然 你没有你妹妹长的好看 但是 那是蛮有滋味的嘛 许哟 师傅 下次再约 啊 不 怎么会这样 怎么 跟我说还委屈了你 跟我说还委屈了你 那是你的服务器 别给脸不要 我这会儿要去历史开个会 看见我们一页前的算数 我再帮你一次 毛呢 毛难道也丢了 丢了也好 沐淳就没有证据知道我跟英雄睡了 再说呢 等英雄拿下了历思涵 我跟他也算有感情 到时候 我就能把沐淳踩在脚底下 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李总怎么今天一直笑啊 到了 累不累啊 不累 我找到对付英雄的办法 我等会儿还有个视频会议 你 你自己能有补卫呢 放心 可以的 准备这么衣服的 那我走了 李总 李总 思涵今天有事要忙 我来负责和各位查看 丽夫人 您也别怪我说话难听 在座的 谁不是商业的精英和高学的 而您早早辍学 这商界里的事 我怕你是搞不明白啊 哦 那音音副总这意思 是不想和我谈哦 没错 跟你也谈不明白 好 那音副总你说 小兄 你想和谁看 那你就叫丽儿少来 这个项目 一开始就是我和她最接近的 她也更清楚 我能谈得明白 不像某些人 行 那音副总得这么说 我就叫丽儿少来和她 好好好 我马上到 怎么了 书远 维纳那边看不上 慕初颜 我就说嘛 慕初颜 就是什么都不懂的蠢祸 这个下午 就离不开我 而且音总 说到做到 真的帮我 太好了 等我拿到维纳的合作 回到丽氏 和英雄联手 可不整死丽丽 可不整死丽丝 诗悦 你真厉害 你快去吧 只要你成功了 你不是一直想要我吗 我会答应你的 真的吗 倩倩 嗯 好 那你等我好消息 好 那你等我好消息 李二少 你总算来了 项目进行到哪里了 我们陪着谈吧 还得是李二少 这么专业的人啊 李伟雅 这种场合 您还是少参业 听不懂人话吗 不想丢脸的 就赶紧出去 我才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我为什么要出去 让你走你就赶紧滚 英总素来都是说一不二的 影响了两家公司的合作 你承担得起后果吗 二少这话的意思 和英总是很熟啊 只是生云上这样的去测 怎么 关你什么事 哦 那我应该是记错了 和英总熟的 是我的姐姐 慕文倩 你什么意思啊 李夫人 你可别乱说 我可不认什么慕文倩 慕夫人 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下奸 倩倩是女神 不像你私生活那么混了 我警告你 再也敢不免她 我打死你 你急什么 徐夫人 二少这么大老脸的过来 座位九婶 我也应该送你一份大的 呀 不是不熟吗 这视频里的人 长得怎么这么像英副总 不可能 究竟不可能 一定是你诬陷我 看清楚你师愿 这就是慕文倩 这就是你口中的剑人 什么都是剑子 他那么并且欲见 你竟敢揍我们人 你把好多 别动手 你 你看清楚 看了数多样子 是我传播他的吗 我给了你几个亿的项目 你竟敢敢睡我的女人 你这个 你二少 你可别胡说啊 来人 把二少拉死 他这个崩天的样子 不是我出现的女人 对 都别动了 你说得对 李时远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交代 你的股份全在我手里 拿出去 你这个贱人 你这个贱人 我怎么会放过你呢 李夫人 刚才有些误会 李夫人的专业等程度 我是一直认可的 我们开始谈吧 殷总 现在愿意和我谈啊 愿意啊 一直都很愿意 可是我不愿意的 李时远刚才说的话 你也听到了 这是这两年以来 他偷偷你的项目这样 你们两个一起勾结对付李时 还想和李时还够 不干嘛 你们怎么会有这些东西 是你自己寝质呢 还是我把你从项目里处理 我可是维纳的副总 你只是一个小小的负责人 你有什么权利开手 谁说我夫人没有钱 你怎么来了 我把会议推迟了 李总 我是被李时远在当的 我没有针对你的意思 董事长 英雄你被开除了 你好大的胆子敢算计李总 所有的责任你最承担 敢牵手为纳 我饶不了你 你勾结历史内部人员 损害历史利益 我已经报警了 你不仅要赔钱 还要承担法 李总 李总 你饶过我吧 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把他拖出去 李总 我错了 李总 我错了 这就是你们前世利用我和四汗的代价 夫人真是厉害 查出了英雄的丑事 现在伟大屡亏主动给我们让李时可点 是李老师教的好 是爷爷 学的好 又有狗样 去找李时远 这笔账 该跟他算了 是 怎么样 是不是成功了 我就知道 有维纳和英总的助理 没什么摆不平的 太好了 我不用去坐牢 更不用看不出人的脸色了 倩倩 你有没有骗过我 我 我怎么可能骗你呢 我对你 你这个贱人 还敢说话 你敢打我 文倩 我对你不好 我把你捧在手心里 你想要什么 我给你什么 你不让我睡 我尊重你 我尊重你 结果呢 你跑去跟英雄摔 真是个贱人 不是的 是 你听我解释 不是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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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就算是大招休息 我也不会放你他 害我的人都得死 燕翼小心 死 死 我在 我在 你要是滚了 跟我一起走 为什么我再来一次还是爱了你 好 故事 我问老公怎么样了 有转型的迹象吗 厉总的生命体征正常 但是没有转型的迹象 你再等等吧 怎么会这样 死啊 你都生了三天了 怎么还不醒过来 喂可可 你在海城那边怎么样 找到崔医生了吗 还在找 夫人放心 我一定尽快找到 嗯 不是 我带大夫来了 厉总有救了 你好 怎么车火 我先进去看看思汗的情况 你回去取他的病理 好 林特朱 他是 他跟思汗的熟吗 顾小姐 是国外顶尖医学院的高材生 是最出色的脑黑医生 他和 李总以前 林特朱 林立 好嘞 夫人 我先去了 只要你救思汗 是谁都行 不是 我老公怎么样了 是啊顾小姐 李总现在怎么样了 思汗有睡眠障碍 这次车会撞到了头 陷入了深度昏迷当中 不过我已经换了治疗方案 这两天是治疗的关键事情 听说陷入深度昏迷的人 可以朝上加热唤醒 我去试试 你还不能进去 为什么 思汗有我盯着 我比你专业 比你更了解他 你和传说中一样 你认识我 算是吧 不过看来 你并不认识我 哦对了 思汗应该也没有跟你说过吧 要不然 你肯定会介意的 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林特朱 思汗昏迷的事情 麻烦务必要压整 免得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好顾小姐 这两天公司的事情 麻烦你先照看着 有什么不懂的 可以来问我 没关系顾小姐 这是我应该做的 去吧 这两天麻烦你了 你现在是 丽夫人 能麻烦你回去 帮思汗取一些东西吗 他不喜欢穿兵号服 你能帮他 把他最喜欢的那套 白色睡衣 拖鞋 要棕色的那双 够了 思汗喜欢什么 比你清楚 看来你这个丽夫人 还算合格 是我多贼了 快去吧 你也不想让思汗等着急了不是 哦对了 麻烦把思汗床头柜 第三个抽屉里的东西拿来 搞不好思汗醒了 想看了 我倒是想看 然后我走 都想看持久了 那你去打吧 我倒是想看 他们竟然是带去同学 思涵 祝你虔诚四季 爱你的妍妍 你回来到底想干什么 你回来到底是什么关系 都看到了是吧 真是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顾兮妍 是思涵的初恋 初恋 思涵没有跟你说过对吧 也是 你不过是我的替身 他肯定是不会跟你说的 我是你的替身 当然 我跟思涵大学的时候就在一起了 只不过 我后来因为学业才狠心和他分开 他的睡眠障碍 也是那个时候才得的 我也很后悔 所以这次回来 一定会治好他 不可能 你撒谎 思涵暗示我 有时候 真相就是这么残忍 你知道他为什么质疑要娶你吗 你想啊 星辰那么多人 你又不出众 他为什么非要你呢 因为你和我一样 小明都叫颜颜 小明都叫颜颜 你不觉得 我们长得还有点像吗 还有啊 他和你遇到的那天 这是我们刚分开不久 他为什么娶你 就是因为他想故意气我 让我回来吧 不可能 你撒谎 他那么爱我 他为了我病毒会以不药 他为了我病毒会以不药 那都是他对颜颜的爱 而颜颜 就是我 我不信 我要自己去找她 你还不明白吗 我现在已经回来了 你已经没有什么用了 你现在能做的就是赶紧给你看看 莉总在治疗的关键时期 任何人都不准探视 尤其是对治疗有影响 老大 老大 男人 我第二位 我第一位 是 夫人 您一夜没睡吗 我担心您这样的坏身子 没事 您慢点 夫人 子涵怎么了 之前的方案奇效了 子涵应该快醒了 子涵 谢谢你 你醒不醒过来 你 子涵 子涵 是我呀 我是妍妍 妍妍 是妍妍 是我 你还很虚弱 好好休息 子涵刚刚醒了 看到是我 她很高兴 还主动握了我的手 你也看到了 是吧 不管你说什么 我都不会心疼 我要听四汗亲口说 你还真是不到皇后不死心啊 别等到时候从四汗口里知道真相的时候 寻死你 我可以进来 你快点进来 夫人 你要不先回去休息吧 这里有西安小姐 她会照顾好李总 你什么意思 现在你也觉得我爱赢了是吗 我才是李夫人 为什么 你要让我走是吗 夫人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 自从她孤星延来之后 你们处处遵对我 连四汗的一遍都不让我见 夫人 现在立足情况危急 人命关天 咱们不要吃醋了好吗 那次我求求你 你让我见她一遍好不好 这 这 你让我跪下来求你吗 别哭 不是 夫人 在我求你的让我见她一遍 她见了我一定会醒过来的 你先别哭 等顾医生出来了 咱们和她商量好吧 想见四汗 门都没有 燕燕 别走 别走 四汗 我在呢 我不走 林特助 让穆小姐进来吧 好 好好休息 不要想太多 只要有我在 一定会救你的 你干什么 你放开 四汗一醒过来就要找我 还紧紧地抓着我的手不放 对了 你不是说 四汗看到你就会醒吗 怎么你一进来 四汗反而睡过去了呢 这是我和她的事情 不用你管 好吧 我可以让你陪伴 但是你要做什么 必须经过我的同意 我才是她的妻子 凭什么这些事情 让你来同意呢 你是这么想的 她可不是这么认为的 好了 我要去给四汗配药了 你就好好守着吧 终于见到你了 思汗 你瘦了好多 你可醒过来 你不想见我吗 因为你是我最爱的妍妍啊 都结婚这么久了 也不请你改口 叫妍妍不是很好吗 我很想这个名字 思汗 我真的是提什么 夫人 厉总今天情况怎么样 怎么了 这还有什么事吗 是二少的事 前一天沐文浅不是被他刺了几刀 经过医院的抢救 他还是没挺过来 现在沐家要以故意杀人罪起诉二少 今天二少的父亲来找我 说想见见您 看您能不能帮忙求求情 求情 他杀了人还抓我思汗 判死刑都算最轻的了 那我就说您跟厉总没有时间见了 对了 思汗和米的事情 不要让他们知道 我明白 夫人 嗯 你继续去找 实在不行 我来海城一趟 又是海城 上次夫人也提过海城 夫人这是在给谁打电话呀 厉总都这样了 他还要去海城吗 厉总醒了 快叫郭医生 太好了 我 哎 别乱动 这位小姐 难道你不知道吗 你怀孕了 我怀孕了 真的吗医生 我骗你干什么 不过你也太不小心了 这才刚怀上 孩子随时会掉 这样吧 这段时间 你就来这行 每天打点滴 保胎要紧 我今天怀了思汗的孩子 不过医生 想问一下 是谁把我带过来的 听值班护士说 你晕倒在走廊上 也没人照顾你 医生 你说的我会照做的 不过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可以 帮我保密这件事情吗 这个你放心 我们都会追守病人保密协议的 不会透露的 谢谢医生 行 你先打点滴吧 好好休息 现在思汗身体不好 顾锡盈出现的时机太过巧合 我不能让他们知道我怀孕的事情 你怎么在这儿 炎炎呢 是林特助找我回来的 思汗 你还是不肯原谅我吗 思汗 思汗 当初我不是故意要把相同资料泄露出去的 我也没有想过 这样会害你差点被赶出历史 我知道你恨我 但是 恨你 顾锡盈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 不过是几个背叛我的杂鱼而已 还不配让我在心上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大学时候 我们好歹也相爱过的 而且 你不是还留着那个钱包和照片的吗 你当年打着故事的名头来纠缠我 假意合作实则是想偷像 我们之间连盟友都算不上 至于那个钱包 我就是想提醒自己 这笔账我早晚都得算 你 算了 不说这些了 你的检查和病历我都看过 说实话 想要痊愈的可能性 真的很小 用不着你管 我必须要一个判错来救 你就当我想还当年欠你的吧 你难道不想和你的夫人长相厮守吗 说起你那位夫人 说起你那位夫人 我倒是有些好奇 你对她这么好 怎么也没有见她过来看看你呢 什么意思 我可没有想要挑拨你们的意思 只是 但是 你这昏迷了一周多了 也没见她来过几次 而且 每次都是匆匆过来 然后就走了 你这都醒了 也没见她过来 妍妍也需要休息 我告诉你 她不是你能指摘的 思涵 你能不能不要对我有这么大的敌意 我只是想让你找到一个对你好的 能让你幸福的 我不需要你管 出去 我倒要看看 你们有多信对方 什么真爱 这丽夫人的位置 迟早是我的 你去哪儿了 思涵 听医生说 你今天白天醒了很久 对不起啊 我没来看你 不过 我今天给你带来一个好消息 你猜猜是什么 你要等爸爸了 不过医生说 现在保护还不太稳定 所以我要每天去打点滴 你快点好起来好不好 傻 傻 傻你怎么了 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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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你要去我们医院的话 我可以让你很快就当上主任医生 真的吗 当然 不过你要告诉李思汗 昨天晚上还有之前的日子都是我陪着的 知道吗 当然是您陪着的 医生 我夫人这几天来过吗 您夫人这几天一直都没来 昨天您又昏迷 还是让顾医生一直忙前忙后 一夜没睡 一直守着您呢 不是不让你说吗 你先出去吧 看见妍妍了吧 李总 我这两天在处理公司的事 过来的时候的确没有见过夫人 沐小姐可能在忙吧 前两天她过来问你还会不会醒的时候 一直有电话进来 而且还遮遮掩掩的 也不知道在隐瞒起什么 知道妍妍最近在忙什么吗 夫人处理完维纳公司的项目之后 就再也没来过公司了 对了 前两天夫人接了个电话 说是要去海城 还要见个什么人 她想见谁 不清楚 夫人在海城也没有亲戚朋友吧 不是见亲戚朋友的话 可能是想找靠山 李总 思汗 你先别急 沐初言她毕竟年龄还小 说起来也不是自私 但她总该为自己做打算不是 我到底能够多久 能不能给我个中华 很难 而且需要时间 思汗 我想带你去国外治疗 我的导师是专门研究你这个病的 他一定能治好你的 就是不知道沐小姐她能不能等得起呢 我知道了 你们出去吧 是 是 对 我之前总是抱个希望 希望我能撑下去给你幸福 但是现在 我是不是该放手了 给你自由 我给你了 你个人的学生 不可能 看来呀 还是故意胜离开 闭嘴 让你准备的 你准备了 李总 这是按照您吩咐 你病的离婚协议书 您真的要和夫人离婚啊 我病重的事压不了多久 到时候有人发难 最先连累的就是他 我不能害了他 更何况 他在海城还有相见的人 李总 出去吧 别跟他乱说 好 夫人 您去哪儿吧 算了 李总醒了 您进去吧 思涵醒了 思涵 思涵 你终于醒了 思涵 慕主言 我有话要跟你说 我也有话要和你说 你先说 妍妍是要跟我说分开的 既然这样 我更不能让她先开口 这是离婚协议 签了吧 放心 该给你的 我一分都不会少你 要和我离婚 为什么 不为什么 签了吧 思涵 我给你换了新药 你 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了 签了吧 我要吃药了 李思涵 你要和我离婚是因为她吗 爷爷 思涵你别动 我来照顾姆小婉 你也听到了 思涵要跟你离婚 要是还有脸的话 就赶紧离开 别在我面前出现 我们的事情不用你管 你还不死心 难道 你是我替身这件事情 要思涵亲口告诉你 你闭嘴 宝宝 宝宝 你不能有声 竟然怀孕了 这不该死 思涵 沐小姐已经回去了 看来是接受了你离婚的请求 你也不要太难过了 我已经跟我导师说好了 过两天就带你去国外治疗 谁说我要和你一起出国 你不去 思涵 你就不要拿你的命来给我置气了 我是真心想救你的 救我 听林特助说 最近只有你来我才活性 是啊 说明我用的药比较有效果吗 是吗 想治病就安安分分做你的医生 最好别打那些算盘 否则 我不介意拉孤家一起培葬 李思涵 我给你活路你不走 偏要走死路 那就别怪我心狠 顾小姐 救我儿子命的事 急什么 现在有些问题更棘手了 怎么就棘手呢 你不是说 李思涵的命就捏在你的手上吗 你有的是办法去救世远吗 那是之前 李思涵现在有所察觉 而且 木初原已经还了他的孩子了 等李思涵一死 那个孩子继承的可是历史 你现在着手去安排 一定不能让木初原活下去 盐盐呢 夫人订了去海城的机票 今晚就走了 是吗 是吗 盐盐以前就喜欢出去玩 是我一直拦着她 现在没了我的束缚 她可以快乐地做自己 挺好的 可是 您对夫人那么好 想送送她 您的身体 没事 反正早晚都是死 我只想 再看她最后一眼 说不定了 以后就看不见了 好 秀总 您不叫住夫人吗 我怕我叫住他 会舍不得放手 我太自私了 只想让她一直留在我身边 但是我又怕她 在我离开之后难过 您对夫人的感情 易总 没有人喜欢杀战夫人吗 带他回去 必须问出知识他的人 易总 你受伤了 我去救夫人 别救 让他走 希望你幸福 自由 你走 易总 走 今晚的事 不能让顾锡言知道 可是锡言小姐是您的主治医师 你看 去查 到底是谁想害人员 是 易总 那个刺伤夫人的人 已经交代了 谁 果然是他们 让那个人放出消息 就说事情办法 就说事情办妥了 好 还有一件事 我们查到 顾锡言跟他们也有联系 我说这件事 你今天感觉怎么样 好多了 还得多谢你的治疗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你特意为了我回国 一心一意地给我这边 我信任你 以后公司的事情 就交给你了 以后 一切事情 听锡言小姐的 这合适吗 没什么不合适的 我们之前合作过 你对我 对立氏都非常熟悉 正好过几天 是公司的鼓动大会 你就代表我参加吧 这立总 对夫人都没什么信任 顾小姐 还是真是不一样的 你就放心吧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 穆初燕已经被刺了 立氏汗还不知道这件事 你准备什么时候 对立氏汗动手 立氏汗现在已经开始信任我了 谁要我当上李夫人 就立氏远 岂不是更加方便 你怎么能突然改变主意呢 鼓动们我已经安排好 就等着立氏汗死了 真巧立氏汗最近让我看管立氏 过几天的鼓动大会 只要你们助我当上立夫人 我发誓 会有你们想象不到的好处 你最好说到做到 这立夫人的位置 到最后 还是我的了 立总竟然真的让顾小姐 带位看管立氏 现在行程已经闹开了 都在船 立总和顾欣然要重归于好呢 立总怎么能这样呢 您为了她都 崔医生那边联系好了吗 嗯 她已经准备动身去新城了 好 那你也帮我订两张出国的机票 夫人 您终于愿意陪我去国外参加展览了 这样也好 可以散散心 忘记新城的一切吧 顾小姐如今将立氏管理的一切照常 真是厉害啊 顾小姐是出生迷门 自小耳濡目染 当然对长城大集团很有天赋 比之前那个慕处言实在是好太多了 还是以前那个 不嫌疚人吗 我看顾小姐和立总 才是天造地设一对 要是顾小姐成了立夫人 那才要 众万所归 是啊 没人比顾小姐更合适了 恐怕很快 我们就应该叫立夫人了吧 谢谢诸位的太爱了 立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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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汗 你怎么来了 我要来帮你撑场的呀 怕有人对你不服 四汗 你真好 大哥 还有心情来啊 我当然要 可是立氏园已经把你所有的股份 都给了木出言 你没有股份 凭什么参加股东大会啊 我 大哥这也是担心你的身体 今天是古诺大会 你就别说这些了 大哥有经验 还能帮帮我呢 那就留下吧 我相信你们已经都知道了 我要把立氏交给西岩代委管理 有谁不同意吗 那有谁同意 举手示意 那有谁同意 举手示意 谢谢大家的抬爱 以后还请多多关照 立氏还是思汗的 这点大家都可以放心 一切还是要以立氏的利益为先 哈哈 顾佳姐太谦虚了 有你在不仅立总放心 我们大家也放心 思汗谢谢你的信任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 我刚才举手的这几个人 全都给我查清楚 尤其是他们跟立氏风的狗袋 所有的账 思汗 你这是什么意思 顾夕 你不会真觉得你能当立氏人吧 你配死 立氏让我去查 我早就查清楚了 我发现你和立亭峰私下来我一起了 这是你们的交易结果 我怀疑你们早就勾搭在一起 想要对立氏 对立氏 图摸无关 思汗 我 我没有 思汗 这中间 会不会有什么误会 我可不敢对你有二千的 你勾结外人 收买股东 图谋历史 而且你还敢对盐盐动手 我看你还是跟你儿子一起去坐牢吧 把他带走 思汗 思汗我可是你大哥 思汗 你 你不能对我动手 你不能对我动手 为什么呀 你的病 只有我能治 没有我 活不了的 现在赢了 除他要立提风和其他股东 又有什么用 你的命 最重要 你错了 我的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伤害我老婆的人都得死 你难道不要命吗 谁说他的命 只有你能治 你 沐熙 你也太高开你自己了吧 你 你 你不是受伤了吗 怎么会来这 你怎么回来了 怎么了 不想我回来 不是 我 夫人 您就别生丽总的气了 其实 丽总只是感觉自己时间恐怕不多了 才和您离得婚 其实您走的那天 我们还要去送您了 丽总他还受伤了 受伤 说 不说开除你 这就是立提风他想找人害你 被我和丽总撞到了 丽总就上去与他搏斗 被他捅了一刀 丽总不想让我给您说这些 不可能的 四汗 你怎么可能这么爱他 他不是我的替身吗 丽总 告诉我 严严从来就不是身份提神 还有告诉你 我认识严严 比认识你更糟 你什么时候认识我的 看来你不记得 都吃了你 闹着去海边你妈为了陪你再住的生活 为什么死的不是你 你要滚 你 对不起 我来陪你了 刚才好危险呀 你的脸怎么了 也是非家人的 我也尽量被我家人 我刚刚对我也很不好 不过没关系 不开心的时候 吃个糖就好了 我来 这些糖 可以抵向你所有的不开心 哎 对了 我叫沐出言 我叫什么 沐出言 你还不回家干嘛 我妈来了 我得走了 下次再见 你好我下去了 拜拜 我叫丽思涵 我们还会再见 我们还会再见 其实在很早以前我们就认识 那天 我 但你给了我很多糖 很甜 很美好 之后 之后的几年我一直在找你 四海 虽然我有点记不清了 但是 七磕糖值得吗 当然值得 因为你给了我活下去的希望 艳艳 我们可以离婚 但是我不想让你误会 我跟顾鲜艳合作 只是因为我们是合作的关系 我就知道 你不会的 但是我确实活不了多久了 你现在后悔 来得及 你现在后悔 来得及 哦对了 你要当着我的面前吗 我 我想告诉你 我不后悔 因为爱上你 嫁给你 是我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事 爷爷 你 你说对吧 爸爸 你怀孕了 什么时候 你在住院的时候 怪不得夫人最近经常不在李总身边 原来是去休息了 是因为医生说我营养不良 每天都要打点滴 爷爷 我没有孩子了 你还怀了我的孩子 你小心点 当时每天晚上都要照顾你 爸爸都不乐意的呢 记了我好几脚 等一下 每天晚上 对啊 当时有天晚上你还被抢救 可把我给吓坏了 姑媳妍 你竟然敢骗我 陪着我的 一直是掩念 是又如何 李思寒 你就快要死了 说不定 连孩子的面都见不上 姑媳妍 你真的太自以为是了 崔医生 这位是我从海城请来的崔医生 是有名的主医 有了他 我的病会慢慢好的 你去海城 是为了给我找医生 不然呢 你以为是什么 我什么都没以为 哦 不会某些人以为 我去海城 是不是得离开你吧 所以 你才想着和我离婚 思寒 我不要你的放手 我想 你可以一直在我身边陪着我 现在 还有了我们的宝宝 谢谢你 爷爷 是我该谢谢你 谢谢你给了我这么多的爱 现在的生活 是我梦寐以求的 是你给了我那颗糖 也把阳光带进我的生命里 你之前给我注射安定的事 医院已经上网了 你会被吊销心理资格 而且顾姐也会为你的所措所 付出代价 你 妈妈这是谁呀 这是妈妈的亲人 老婆 怎么又不等我 爸爸 乖 怎么又跟妈妈一起出来不等爸爸呀 这是妈妈不让的 我不信 肯定是牛导弹了是不是 嗯 怎么会想起来 看摩文倩 我有话想和姐姐说 好 那我去旁边等你 姐姐 上一世你害死了我 让我和思涵失去了所有 这一世 你死了 木家破了 历史院也坐牢了 而我 为何思涵 还有我们的孩子 幸福的生活下去 说完了 嗯 今天风大 你怎么出来了 我想你啊 而且崔医生已经说了 我的病没这么大碍 那你岂不是可以回历史了 你把历史管理的有声有色 不需要我的 我得好好休息 好 老婆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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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我爱你 我爱你 是不是 有点不错 有点不错 好